来关心行政院要普发现金6000元 今天在立法院上演表决大阵 只是朝野针对了这立法目的 还有试用项目以及施行时间等关键条文都没有共识 因为国民党认为 其实税收超收了1兆2000亿 主张每个人应该要发1万元 但时代力量他们认为应该要排富来帮助弱势 不要用大撒币的方式来用这笔钱 至于民进党他们认为 6000元就是共识了 不排富是可以简化行政流程辩明 预计法案在2月通过 3月就可以省预算 等于民众最快在4月就可以拿到6000块 多少点家不债 多少价格已更改 我能体会民众的哀 价格上涨 音准也往上飘 站在国会殿堂高歌 杨琼英改编 凤飞飞名曲掌声响起 反映现在的物价 因此要执政党 普发现金不要只发6000元 拿着手机 左闪右躲的就是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 因为栏尾手上的牌子 可是诉求发现金1万元 绿营怎么会答应 发现金1万块 看到栏影集结喊口号 民进党立委也反击不断点出 国民党县市长名字 意思要发多少钱 该县市可以自己来 国民党喊1万元 民进党认为发6000 朝野没共识 只好进入表决大战 方案表决的状况 蓝绿都有出现 现金条例 2月通过 3月省预算 等于最快4月 民众才能拿到 老科一直讲 冷冻期一个月 他难道不知道吗 这么自身的委员 只要各党团同意 冷冻期可以缩短 所以3月底 老板就希望越快越好 发现金 不是政策买票 更没有空白授权 普发现金的部分 没有人是局外人 人人都领6000元 物价飞涨时期 政府发出6000元 对全面来说 多少有帮助 华氏新闻张良浩 刘伟辰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